上海弄堂里的规格 其实是变了种的规格 它是看一点用一点 即使虚心好学 却无一定之规 它是白手起家和拿来主意的 真女传和好莱坞情话并存 阴丹是林兰旗袍下 是高跟鞋 又鼓又摩登 寻阳江头夜送客 风叶秋花秋瑟瑟也念 当我们年轻的时候也唱 它也讲男女大房 也讲女性解放 出走的罗诺是他们的精神领袖 心里要的却是西乡记里的阴影 折腾一阵子 还是狼心似铁终身有靠 它不能说没规矩 而是规矩太杂 虽然莫中一世 也叫他们嫁接得很好 是杂柔的规格 也不能说是掺了甲 心都是一颗成心 认的都是真 终也是朝起暮归 农人种田一般 经营这一份规格 他们是大家子小家子分不大清 正经不正经也分不清的 弄底黑漆大门里的小姐 同隔壁亭子间里的舞女 都是他们的榜样 端庄和风情随便挑的 嗯嘛 要他们嫁好人家 男先生策反他们闹独立 杨牧师煽动他们闺一主 橱窗里的好衣服 在向他们招手 荧幕上的明星 在向他们招手 连载小说里的女主角 在向他们招手 他们人在规格里坐 心却向了四面八方 脚下的路 像有千万条 到底还是千条江河 归大海的 他们嘴里念着羊马 心里记挂着旗袍的料子 要说他们的心是够野的 天下都要跑遍似的 可他们的胆儿却那么小 看完场电影 都要娘姨接和送 上学下学 则是结伴城镇 才敢在马路上过的 还都是羞答答的 见个陌生人 头也不敢抬 听了二溜子的浪声血语 气得要掉眼泪 所以 这也是自相矛盾 自己苦自己的规格 午后的规格 真是要多烦人 有多烦人的 春夏的时候 窗是推开的 梧桐上的蝉鸣 弄口的电车声 卖田时的帮子声 林家留声机的歌唱声 一股脑的钻进来 搅扰着你的心 最烦人的 是那些似有似无的 琐细之声 那些说不出 明目和来历 滴里咕噜的 这是声音里 暧昧不明的一种 闪烁其词的一种 敢也敢不走 捉也捉不住的一种 那午后 多半是闲来无事 一颗心里 全叫着 莫名的声音灌满 是无聊倍加 秋冬时节 则是阴霾连日 江南的阴霾 是有分量的 重重地压着你的心 静是静的 连个叹息声 都是咽回肚里去的 再化成阴霾出来的 碳盆里的火 本是为了驱散的阴霾 不料 却也叫阴霾压的 喘不过气来 灰灰色色的 明灭着 午后的明和暗 暖和寒 全是来扰人的 醒着 扰你的耳目 睡着 扰你的梦 做女工 扰你的针线 看书 扰的是书上的字句 要是有两个人 坐在一处说话 便扰着你的言语 午后是一日里 正过到中途 是一日之希望 接近尾声的等待 不耐和消沉 相继而来 希望也是挣扎的希望 它是规格里的 苍凉暮年 心都要老了 做人 却还没开头似的 想到这儿 心都要嚼起来了 却又不能与人说 说 也说不明的 上海弄堂里的规格 也是看不得的 人家院里的家竹桃 红云满天 自家窗前的 是寂寞梧桐 上海的天空 都叫霓虹灯给映红了 自家屋里 终是一盏孤灯 一架滴滴答答的钟 数着年华似的 年华是好年华 却是经不得数的 午后 是规格的多事之秋 带着一股 积不择食的 慌乱劲 还带有 不顾一切的 鲁莽劲 什么都不计较了 酿成大祸 一物终身 都无悔了 有点像 飞蛾扑灯 所以 这午后 是陷阱一般的 越是名利 越是危险 午后的名利 总是那么不祥 玩着什么花招似的 风 是撩人的 影 也是撩人的 人是没有提防的 留声机里 周贤的四季歌 从春数到冬 唱的 都是好景致 也是蛊惑人心 什么都挑好的说 屋顶上放飞的鸽子 其实放的 都是规格的心 飞得高高的 看那花窗帘的窗 别时容易 见识难的样子 还是高处 不上寒的样子 上海弄堂里的 规格 是八面来风的 规格 丑 也是 喧喧 消消的丑 后弄里的雨 写在窗上 是个水淋淋的 丑字 后弄的雾 是个魔灵 两可的丑 又 还都是催促 催什么 也没个所以然 她消耗着 做女儿的耐心 也消耗着 做人的耐心 她免不了 有种剑在弦上 拆在霞中 伺机待发的情势 她真是一日比一日难挨 回头一看 却又十日苦短 叫人 不知怎么好的 规格 是上海弄堂的天真 一夜之间 从嫩 走到熟 却是生生灭灭 永远不惜 一代换一代的 规格 还是上海弄堂的幻觉 云开日出 便灰飞烟散 却也是一目接一目 永无止境 王岐友 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 每天早上 喉咙的门一响 提着花书包出来的 就是王岐友 下午 跟着隔壁留声机 哼唱四季歌的 就是王岐友 结伴 到电影院 看绯闻里主演 乱世佳人的 是一群王岐友 到照相馆去拍小照的 则是两个特别要好的 王岐友 每间片香房 或者亭子间里 几乎都坐着一个王岐友 王岐友家的前课堂里 大都有着一套半套的红木家具 堂屋里的光线 有点暗沉沉 太阳在窗台上 画圈圈 就是进不来 三扇静的梳妆桌上 粉缸里的粉 总像是受了潮 有点粘似的 生发高 却已经干了底 张木箱上的铜锁 正亮的 常开常观的样子 收音机 是宫廷平弹 乐剧 还有股票行情的 波段 都有些难调 丝丝拉拉的响 王岐友家的老妈子 有时是睡在楼梯下 三脚尖里 只够放一张床 老妈子 是连冬家洗脚水 都要倒 冬家使唤他 好像要把工钱的利息 用足的 这老妈子一天到晚的忙 却还有功夫出去 讲他家的坏话 还是和林家的车夫 有什么私情的 王岐友的父亲 多半是有些聚内 被收服得很服帖 为王岐友 树立女性尊严的榜样 上海早晨的 有轨电车里 坐的 都是王岐友的 上班的父亲 下午街上的三轮车里 坐的则是 王岐友的 去捡旗袍料的母亲 王岐友家的地板下面 夜夜都有老鼠出没的 为了灭鼠 抱来一只猫 房间里便有了淡淡的 猫骚臭的 王岐友往往是家中的老大 小小年纪就做了母亲的知己 和母亲套材衣料 陪伴走亲房友 听母亲们窥探男人的秉性 以他们的父亲做活教材的 王岐友是典型的带字归重的女儿 那些洋行里的练习生 眼睛窝来窝来窝窝的 都是王岐友 在福天晒霉的日子里 王岐友望着母亲的店香 就要憧憬自己的嫁妆的 照相馆橱窗里 婚纱夜地的 是出嫁的最后的王岐友 王岐友总是碧月羞花的 着殷世丹琳兰的旗袍 身影鸟鸟 漆黑的鹅发 演一双会说话的眼睛 王岐友是追随潮流的 不落伍也不抄前 是成群结队的摩登 他们追随潮流是照本宣科 不发表个人见解 也不追究所以然 全盘信托的 上海的时装潮 是靠了王岐友他们 才得以体现的 但他们无法给予推动 推动不是他们的任务 他们没有创造发明的才能 也没有独立自由的个性 但他们是勤恳老实 忠心耿耿 一步一趋的 他们无怨无意地 把时代精神 披挂在身上 可说是这城市的宣言一样的 这城市 只要有明星诞生 无论哪一个门类的 他们都是崇拜追逐者 报纸复刊的言情小说 他们也是 倾心相随的读者 他们中间 出类拔萃的 会给明星和作者写信 一般只期望得个签名而已 在这时尚的社会里 他们便是社会基础 王岐遥还无一不是感伤主义的 也是潮流化的感伤主义 手法都是学着来的 落叶在书本里藏着 死蝴蝶是收在胭脂盒 他们自己把自己引下泪来 那眼泪也是顺大流的 那感伤主义 是先做后来 手道 心才道 不能说它全是假 只是先后的顺序 是道错的 是做出来的真东西 这地方 什么样的东西 都有魔本 都有领路的人 王岐遥的眼瞼 总是有些发案 像照着阴影 是感伤主义的阴影 他们有些可怜见的 越发地楚楚动人 他们吃饭 只吃猫似的一口 走的 也是猫步 他们白得透明似的 看得见淡蓝经脉 他们夏天 一律地住下 冬天 一律地 睡不暖被窝 他们需要吃些 滋阴补气的草药 药香弥漫 这都是风流才子们 在报端和文明戏里 制造的时尚 最合王岐遥的心境 要说这时尚 也是有些知寒知暖的 王岐遥和王岐遥 是有小姊妹情谊的 这情谊 有时可伴随他们一生 无论何时 他们到了一起 规格生活 便扑面而来 他们彼此 都是规格岁月的一个标记 纪念碑式的东西 还是一个见证 能挽留时光似的 他们这一生 有许多东西 都是更替取代的 唯有小姊妹情谊 可说是从一而终 小姊妹情谊说来也怪 她其实并不是 患难与共的一种 也不是相濡以沫的一种 她无恩也无怨的 没那么多的纠缠 她又是无家无业 没什么羁绊和保障 要说是知心 女儿家又有多少私心呢 他们更多 只是个作伴 作伴 也不是什么要紧的作伴 不过是上学下学的路上 他们梳一样的发饰 穿一样的鞋袜 像恋人那样手挽着手 街上倘若看见这样一对少女 切莫以为是一胎双胞的姐妹 那就是小姊妹情谊 王岐尧似的 他们相畏相依 看上去不免是有些小题大做的 然而他们的表情 却是那样认真 由不得叫你也认真的 他们的作伴 其实是寂寞加寂寞 无奈加无奈 彼此谁也帮不上谁的忙 因此倒也抽去了功利心 变得很纯粹了 每个王岐尧 都有另一个王岐尧来作伴 有时是同学 有时是邻居 还有时是在表姐妹中间产生一个 这也是他们平淡的 规格生活中的一个社交 他们的社交实在太少 因此他们就难免全力以赴 结果将社交变成了情义 王岐尧们倒都是情义中人 追求时尚的表面之下 有着一些肝胆相照 小姊妹情义是真心对真心 虽然真心也是平淡的真心 一个王岐尧出嫁 另一个王岐尧便来作伴娘 带有点平调的意思 还是送行的意思 那伴娘是甘心衬托的神情 衣服的颜色是暗一色的 款式是老一层的 脸上的脂粉也是淡一层的 什么都是眼齐息骨的 带了一点自我牺牲的悲壮 这就是小姊妹情义 上海弄堂里 每个门洞里 都有王岐尧在读书 在绣花 在同小姊妹窃窃私语 在和父母怄气掉泪 上海的弄堂 总有着一股小女儿情态 这情态的名字 就叫王岐尧 这情态 是有一些优美的 她不那么高不可攀 而是平易近人 可亲可爱的 她比较谦虚 比较温暖 虽有些造作 也是努力讨好的用心 可以接受的 她是不够大方和时尚 但本也不打算谱写史诗 小情小调 更可人心意 是过日子的情态 她是可以你来我往 但也不可随便轻薄的 她有点缺少见识 却是通情达理的 她有点小心眼 小心眼 要比大道理有趣的 她还有点耍手腕 也是有趣的 是人间常态上 稍加点装饰 她难免有些村俗 却已经过文明的讨喜 她的浮华 且是有实用作底的 她有讨论大家的 她保留但我 可想再不備的 准备 都不够忍杂ba